台湾原生种蓝因为本土更显珍贵 这个短角蜘蛛和繁花盛开的蝴蝶蓝不同 有跟没有叶片更显得稀奇独特 如果它的叶片是伟叶的话很小 它光额作用可以靠它的根性 这个生长的有叶绿树的地方 跟了叶绿树来修养分 几乎没有叶片短角蜘蛛 那这个是在我们在德文 这个山区可以发现到 而这个在李龙山发现的白鹤蓝 以往只在夏天盛开 今年提前在春天开花 让民众可以早一步欣赏到它美丽的花籽 它是属于地生蓝 也是生长在斧植土上面 那它很好栽培 一般都是在五月开花 那今年就比较早 在三月到四月就已经开了 所以我们就把它特别送出来展览 让民众可以看到白鹤蓝 在春天开花 至于世界原生种 也有与众不同的蓝花 会让人眼睛为之一亮 这个囚禁像极了芋头的蓝花 就叫芋头蓝 由马达加斯加引进 原本无色 在久如农会推广股掌公泰文的技术改良后 成了粉色的芋头蓝 经过五年的栽培 今年第一次亮相 它在清明节的时候一定会开花 那开花我们就可以让民众一起分享这个芋头蓝 那花梗还有淡淡的芋头蓝香味 那粉红色蛮讨喜的 那民众一直都会想要去了解这个芋头蓝的栽培 那很简单它是用泥土来种就可以了 还有这个芋叶蝴蝶蓝也很特殊 叶片是圆管状 花色较多变化 因为蓝尾像极了老鼠尾巴 所以也叫做台湾老鼠味 今年的台湾蓝花节 参展的蓝盆比往年减少 主要是受到气候异常影响 导致花旗错乱 因此主办单位分成两梯次展出 第一梯展期从4月4号到4月14号 第二梯次预计5月登场 把握难得机会 不少民众利用时间前来参观 我每年都来 我主要我就是看说 有没有比较新奇的 就是跟以前不一样的 那边有一棵石虎 我觉得那个花的是蛮 改良的蛮那个 尽管这次的蓝花展规模不如以往 但是现场仍规划 无独安全的农产品促销 以及蓝花市集 由于提供免费试吃 以及平时价格 因此买气相当旺盛 前来参观的民众 约有七成会购买蓝花回家栽种 蓝花节开放的时间为上午的八点到下午的六点 展至四月十四号 也就是这个礼拜天为止 如果周休假日 您不知何处去 不妨西家带卷 来久如的北玄宫 欣赏珍奇斗艳的蓝花 来个美丽的蓝花约会 评论新闻 蔡立花旅中豪 采访报道